大家好,我是中華民國皮克球協會指定教練 接下來的時間將帶領大家一起來學習皮克球的基本擊球技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發球的動作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點需要在腰部以下 發球需發至對角方向的有效發球區 才算有效發球 在規則中發球後,球需經過二次反彈後才可以開始結局 我們將透過以下的演練影片來看一次 好,發球一次反彈,二次反彈,接著可以開始結局 再來,結局需要注意的是,雙腳不可踏入非結局內擊球 否則犯規 好,這球對打結束,我方失誤 所以發球權交換至對方繼續比賽 如得分的話,則不交換發球權,我方發球繼續比賽 依此規則到比賽結束 比賽開始第一球,由我方第二順位球員發球 球掛網,失誤 因為我方是第二順位球員發球 所以發球權直接交換至對方第一順位球員 好,對方球員失誤 好,對方球員失誤 球權交換至對方第二順位球員 好,我方失誤 對方得分 得分後,發球方兩位球員需要換位 繼續由第二順位球員發球 我方第一順位球員發球 如失誤,則由第二順位球員發球 再失誤,則交換發球權至對方第一順位球員 依此規則到比賽結束 影片內容到此 希望看完後,大家都能夠學會 匹克球這項好玩的運動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協會聯繫 謝謝大家 para細 companies 收看,發球員